大家好我是Carol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免柔披薩 我們同時分享厚餅跟薄餅的免柔披薩 同時Carol今天來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口味的披薩 薄餅口味的披薩 我們今天來分享免柔披薩的做法吧 補三克 奶油大匙約15ml 水分逐漸加170ml 因為他可以先薄餅 就乾 碗內 我們把水分倒下來 煮到水沸騰的時候 我們就關火 沖入沸騰的水 進行攪拌 然後再把它捏成團 成團之後 裡面的組織 往下剝 剝到這裡把它黏合 這樣就比較乾粉 就比較不容易被看到乾粉 三四次 然後將麵糰 十分鐘降溫 進行醒麵一個小時 雞蛋水 麵糰水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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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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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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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